重案组的丹妮和贝兹警探来到一起枪击案现场 从巡警这里得知受害者名叫约翰 身中两枪当场身亡 而因为唯一的目击证人是约翰的儿子迈克 所以警探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例行询问 据迈克描述凶手是个20岁左右的西班牙人 脖子上有个枪形的纹身 他从没见过那个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想要杀掉他父亲 回到警局 警探们就依照迈克的描述在系统中进行了搜索 而因为特征明显 所以很快他们就锁定了嫌疑人劳尔 他在2009年的时候曾因袭击他人被判入于两年 2011年又因谋杀被判有期徒刑15至25年 可问题是按道理说这家伙现在应该正在蹲大雨 怎么就无缘无故地跑出来了呢 并且系统里也没有他复审或者保释的记录 这又是怎么回事 另一边 国土安全局的人找到了局长弗兰克 而他们竟也是为了约翰的案子而来 和国土安全局的人见面后 弗兰克就把儿子丹尼叫来单独谈话 然而他却不是阻止丹尼继续查案的 而是将老尔的背景告知他 他是国土安全局的秘密线人 在一个毒品组织里为他们提供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老尔的信息会在系统里被消除 而他最后联系的人名叫胡安 因持谢抢劫正在监狱里服刑 弗兰克显然是支持丹尼继续调查下去的 于是回到警局后 丹尼就立刻和监狱那边申请提审胡安 可没想到却在会面的前一个小时被告知胡安被转移去了南达克塔 看来这应该又是国土安全局的手笔 于是丹尼和贝兹就去找了国土安全局的理查德探员 然而除了被傲慢地告知他们无权干涉国土安全局的行动外 两名警探一无所获 可丹尼又怎么会任由这么个顶着国土安全局这块免死金牌 就肆意在纽约这片土地上滥杀无辜的人逍遥法外呢 于是丹尼决定另提西径 他要通过跟踪理查德来找到老尔的藏身地 但前提是他需要将这件事合法化 于是为了申请到监视理查德的船票 丹尼就去找了他老妹艾琳检察官 不得不说家里有懂法的就是好 因为很快艾琳就以理查德有和谋杀嫌犯 劳尔创供的嫌疑申请到了监视他的船票 而丹尼也通过跟踪理查德顺利地抓到了劳尔 另一边 国土安全局的人也再次找到了弗兰克 他们指责纽约警局的人破坏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还威胁如果行动失败 他们会把责任都算在弗兰克的头上 然而弗兰克却不是那种会被权势压制的人 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国土安全局安排部州所造成的后果 纽约警局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才不会让自己手下的警员为国土安全局的失误 去掩盖一起发生在纽约市的命案呢 眼见弗兰克的态度强硬 国土安全局也只能吃下这个闷亏 而抓到老尔的丹尼则将迈克找来进行指认 眼见警察真的抓到了杀害父亲的罪犯 迈克也将父亲被杀的原因说了出来 原来约翰是一名装卸工人 上周在装卸货物的时候一个集装箱发生了破损 于是他就打开那个集装箱想要修好它 可没想到却在里面发现了大量毒品 看来老尔应该是被贩毒组织派来杀人灭口的 有了杀人动机后 接下来就是进行指认了 可当迈克准确地指认出老尔后 老尔的律师却以他未成年为由质疑他证词的可信度 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因为迈克并不是五六岁的小孩 他已经十三岁了 不存在缺乏判断力的情况 然而因为他是本案成立的唯一证人 律师还是坚持举行了维德听证会 然而法官不是傻子 他也不在乎老尔是不是国土安全局的线人 最终法官驳回了律师的动力 老尔也将会被送上刑事法庭 然而一直受到国土安全局保护的老尔却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而习惯了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老尔的行为显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因为几乎没有犯人胆敢在法庭上行凶 可现实就是除了一个法警 这里全都是一些靠嘴皮子打仗的人 还真没人能控制住眼前的局面 于是在慌乱之下就造成了无法避免的伤亡 而这个受伤的人就是检察官艾琳 好在这一枪没有打在要害 艾琳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因为如果不及时将他解救出来 他还是会因失血过多而死 解救人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丹尼的身上 因为他是目前最了解情况的警探 老尔提出向他的银行账户里 汇入20万美金 以及提供一架直达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飞机的条件 而作为交换他愿意释放一名原质 但这个人质却绝不会是艾琳 因为他知道艾琳才是他的保命符 与此同时 得知了这个消息的弗兰克也在办公室里 通过监控时事关注着救援情况 此时丹尼已经准备好了老尔要的东西 而为了说服老尔放了艾琳 他不仅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去机场 还愿意代替艾琳做他的人质 因为老尔肯定要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才肯释放人质 而艾琳显然撑不到那个时候 如果真的让艾琳和他一起上飞机 那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可老尔却说什么都不肯放了艾琳 于是丹尼只能跪下来苦苦哀求 请不吝点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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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的 PACE